羊毛股价创年内新低 较高点跌超50% 医药女神高位站岗 11月23日 羊毛通测医疗开盘走跌 一度跌至205元每股创年内新低 总市值660亿元 此前 通测医疗发布三季报 前三季度通测医疗营收21.36亿元 同比增加44.16%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.2亿元 同比增加55.09% 从三季报前十大股东看 医药女神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 混合三季度增持至1427.4万股 占比4.45% 成为第三大股东 冯柳管理的高益敬瑞6号锐型基金 加仓至353.8万股 管理规模130亿元的广发医疗保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成为新进流通股东 经AI财经社统计 自2021年6月以来 通测医疗已在7月6日和26日 8月20日和10月14日 10月15日经历跌停板 此前6月25日 通测医疗股价达421.99元每股的历史新高 至今其股价下挫超过50% 截至收盘 通测医药跌幅收窄至2.38% 报206.10元每股